从1940年开始 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 要把西太平洋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 一下惊动了美国 为了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 美国停止对日本出口钢铁和石油 紧紧卡住了日本的命门 日本的战争工业眼看就要停摆 面对美国的威胁 日本再次展示出迷之自信 要对美开战 扫平驻守西太平洋的美军 彻底去了这块心病 这时正当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出任日本手下 他当即决定对美开战 命令下达到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56的手中 山本很清楚 美国国力强大 是日本的十倍还多 跟美国一五一十的打肯定没戏 必须出阴招 发动突然袭击 第一场攻击就重创美军 才有胜算 而美军在东半球的主力 就是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 有80多艘各式军舰和390多架飞机 连日本本土都暴露在他的火力之下 消灭了这支舰队 日本在西太平洋上再无敌手 东亚东南亚甚至澳大利亚都会变成日本嘴里的肥肉 所以山本56制定计划 偷袭珍珠港 要一举歼灭太平洋舰队 把美军闷死在被窝里 可是偷袭也不容易 必须有个周密的计划 珍珠港距离日本6000公里 相当于从黑龙江最北端直到新加坡 怎么把舰队开过去不被发现 就是个问题 总共有北、中、南三条航线可选 其中中路和南路航线 海面平静 天气晴朗 适合航行 可是您也听出来了 大伙都知道好的选项 肯定不能用 这两条航线上商船来往频繁 人多眼杂 日军的偷袭舰队刚出门就得被发现 那就不是去偷袭 而是去送死了 所以日军选择北路航线 这条路不但绕远 海面也波涛汹涌 还时常狂风暴雨 脑子正常的人一般不从这走 正适合日军搞偷袭 山本五十六决定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战术 让航空母舰打主力 用舰载的飞机轰炸珍珠港 日军舰队将在珍珠港以北200海里处集结 等于是绕到了美军的侧后 偷袭时间定在12月7号星期日 因为这一天美军休假 珍珠港内停泊的战舰最多 可以一网打尽 日本人真是把所有细节都考虑到了 为了保证偷袭成功 日本先派出大使假装与美国和谈 麻痹美国 又派出200多间谍潜入夏威夷 密切监视太平洋舰队的动向 暗地里加紧备战 他们在日本的鹿尔岛找到一个海湾 地形和珍珠港几乎一模一样 集中最精锐的飞行员在这里进行高强度训练 编队 投弹 低空飞行都快练出条件反射了 这就是拿考试真题模拟 这帮飞行员就是睡着了梦游 都能把飞机开进珍珠港 日军紧锣密鼓的准备战斗 美军却是另一番景象 咱来看一下这个地图 珍珠港虽然是个军港 可是不少朋友都知道 它所在的夏威夷群岛 是著名的旅游圣地 珍珠港就在夏威夷的瓦湖岛上 旁边就是檀香山 奥巴马就是这儿出生的 特别是冬天 别的地方冰天雪地 这里依旧温暖如春 所以您想想 1941年12月 珍珠港的美军 那小日子得多滋润 阳光 沙滩 海浪 仙人掌 还有热情的夏威夷姑娘 丝毫没感觉到危险的到来 尽管一直有情报提醒 说日军可能要来偷袭 可是这些预警 通通被美军忽视了 1941年12月7号早晨6点钟 珍珠港还没从周末的酣睡中醒来 日军偷袭舰队早已到达预定攻击海域 六艘大型航母 赤诚加贺 苍龙飞龙 祥赫 瑞赫 纷纷转向迎风方向 第一攻击梯队 183架飞机起飞 气势汹汹 呼向珍珠港 日军的偷袭机群 就像串门一样 顺利到达珍珠港上空 没有遭到任何阻拦和干扰 甚至都有点寂寞 美军真是毫无准备 那就别客气了 日军按照排练好的方案 有条不紊的展开进攻 珍珠港瞬间陷入一片火海 机场里整齐停放的飞机 还没等起飞就被击毁 港内庞大的战舰更是成了靶子 遭到鱼雷和炸弹的轮番打击 美军不但无法有效反击 连逃命都来不及 日军两个梯队 351架飞机 狂轰滥炸了两个小时 心满意足全身而退 美军伤亡2600多人 340多架飞机被击毁击伤 总共22艘大小战舰遭到重创 其中亚里桑那号战略舰最惨 身中两枚鱼雷四枚炸弹 被彻底摧毁 今天还躺在珍珠港水下 日军仅损失了29架飞机 5艘小型潜艇 总共65名士兵 1970年 每日合拍的电影《胡胡胡》 真实详尽的再现了 珍珠港事件的全过程 您要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推荐您去看一看 日军的偷袭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 举国欢腾 东条英姬乐得忘乎所以 仿佛称霸世界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乐归乐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跟着一块乐的不是法西斯盟友 反倒是对面的盟军 日军忙活了大半天 全搞拧了 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 丘吉尔 蒋介石 斯大林都松了一口气 美国要参战了 反法西斯阵营里 多了一支五大三粗 虎背熊腰的重要力量 英国首相丘吉尔高兴的老泪纵横 想抽颗烟平静一下 手却激动的烟都拿不稳 他说我们总算要赢了 而法西斯轴心国则是愁云密布 意大利的莫索里尼惊慌失措 不停地对女婿说 这一回可完蛋咯 在接到消息的一刻 希特勒更是失望至极 当时德军正在莫斯科城下 被苏军顽强顶住 闪击苏联的计划眼看就要溃败 正在这要命的时刻 日本把美国拉进了战场 当年一战就是因为美国参战 导致德国战败 希特勒一直严令德军 不许招惹美国 德国的潜艇部队 在大西洋上见谁打谁 就是不敢打美国船 可谁想到 希特勒管得住德国 没管住日本 果然 除了日本都是明白人 偷袭珍珠港 是美国127年以来 首次本土遭到攻击 日军不宣而战的无耻行径 彻底激怒了美国 美国上下群情激愤 国会以470票同意 仅一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 通过对日宣战的决议 美国的战争机器全速开动 撸胳膊挽袖子 投入了战场 对日宣战之后 美国却紧盯着欧洲 日本的事不着急 先打希特勒 他们这么快就把偷袭珍珠港的仇望了吗 咱以后再仔细聊 下期视频 咱来聊一场更精彩的航母大战 中途岛海战 请您多关注 我是新杨 用漫画为您轻松演绎有趣的故事 如果您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故事和题材 请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点赞关注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